到五神山还未半月,小妖便诞下一子,孩子随小妖姓西陵,取名清水,以此纪念他们父母二人出狱的清水镇。 小妖和香柳平日出门游历,西陵清水便养在白地西下。 香柳复生第三年,夫妇二人又迎来了一个女儿。 得知二胎是个姑娘,枪炫大老远便从西岩赶来了五神山,抱着怀中的外甥女,爱不释手。 在枪炫的强烈要求下,小妖和香柳的这个女儿随枪炫姓西岩,单名一个若字。 西岩若从她母亲的手中继承了若木花,自小养在西岩城中,成年后继任若水族组长。 在给西岩若取名的时候,枪炫态度十分强硬,要求这孩子一定要随她性,甚至不惜在小妖面前扬言,香柳要是不同意,我就命人将不周山翻个底朝天,让她的义父错骨扬灰,死无葬身之地。 小妖自是没有把枪炫的这句话说与香柳听,而是当晚给香柳讲了一个若木花的故事。 香柳对于孩子取名这件事一直无所谓,自是不会让妻子为难,孩子取名一直以小妖的意见为先,随即便应下了。 怀孕和生产都是极辛苦的,夫妇二人同名连心,小妖虽乐在其中,香柳却不希望她如此辛苦。 故而此后很多年,他们夫妻二人都是算着日子,香柳更是无比谨慎,比小妖记得还清楚。 可人在河边走,哪能不失邪。 多年以后,小妖再次怀孕了。 第三胎是个男孩,小妖和香柳给她取名防风之意,是为防风之我义以此来纪念他们夫妻二人曾经那段甜蜜的时光。 防风之意记在防风贝的名下,每年清明,夫妇二人都会带着防风之意回防风室祭奠防风贝的母亲和防风贝。 转眼间,香柳归来已有百年,离他们离开清水镇,也过去了一百年。 小妖和香柳又回了一趟清水镇,为了免去麻烦。 他们二人都变换了容貌,只有防风之意顶着一张消似香柳的脸,在清水镇四处闲逛。 防风之意跑在前面,小妖挽着香柳,跟在身后。 还记得这条路吗? 当初我挽着众生归来的你,走在这条路上。 我至今都还记得当时的场景,只见小妖侧身,问着身旁的爱人。 怎会忘,当时,你还赏了一袋钱给那个茶店老板,用手使劲揽着我的脖子。 那力道,终生难忘,我当时又紧张又兴奋,害怕枪炫对你下手,又担心,你重生之后,不相信我的话。 不愿意跟我走,还好都没有发生。 我自是愿意跟你走得只见像流览着小妖。 一双寒情幕里,仿佛只能容下眼前人。 小妖如今对她盯期的这个动作习以为常,从她们刚认识起,香柳就喜欢盯着她看,好似不会厌烦。 起初小妖,因为她看所有人都这样,但后来发现,香柳只对她一人这样,好在她早已习惯。 不过每次被盯,还是会心下窃喜。 小妖又接着问道,你拆穿我身份那晚,我做了个很长的梦,梦里把之前的事回忆了一遍,这是不是你干的事我向柳大方承认着。 许是怕妻子生气,又慌忙解释道,但我也没有全部都看,只是看了藏在你最浅层意识里的那些故事。 见你回忆过往如此伤心,便没再往下探。 香柳那天,用妖术探着小妖的回忆,企图通过小妖的回忆快速地了解这一百年,可见爱人如此痛苦,便草草结束了这场窥探。 小妖在梦里的戒备心很强,催动妖法入梦,只能看到她潜意识里默许回忆的过往,更多的秘密埋在她更深层的神识里。 以香柳的法力,若是执意要探,自然是什么都能知晓。 可她见,小妖在最浅的梦里都如此伤情,再往下回忆,不免勾起更多伤心事,自恃不忍。 这也是为什么,小妖最后在梦里见到香柳消散后,突然惊醒。 她其实是被香柳强行唤醒的,香柳不愿看她沉溺在悲伤的梦里,遂入梦将她唤醒带离。 香柳养魂的那一百年,虽和小妖同命连心,但由于一直被小妖养在荷花池,很多事情她也并不十分清楚。 只见她继续同妻子解释着,很多事我都并不知情,比如你的暗卫,还有屠山景,小妖见她平白无故提及屠山景,心下一惊。 不过她倒是无所谓,毕竟有些事情,香柳若是知晓,也省去了她解释的麻烦。 屠山景当年以夜时期的身份留在清水镇,和回春堂众人比邻而居,平日里也会帮忙看顾一些病人。 有一年,清水镇突发瘟疫。 小妖让枪炫派人封锁了整个镇子,屠山景此时也在清水镇。 她和小妖以及苗仆等人为清水镇众人诊治,虽尽全力,却还是难为天命。 看着无数年轻的生命在寝客间逝去,回春堂众人的心里都不好受。 屠山景让屠山市送来了大荒最好的药材,可无奈疫情之初,众人找不到对症的方子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重病之人身体越来越弱,无能为力。 疫情在清水镇一连持续了三年,经此一遭,屠山景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 她开始出门游历,悬壶济世,用小妖教她的一身衣术在各地开设一诊,为穷苦百姓免费诊治。 屠山景每年结束云游都会回一趟清水镇。 住在清水镇的日子里,她一直都住回春堂的隔壁。 她虽有一身衣术,但在清水镇从不出诊,据说是怕抢了回春堂的生意。 清水镇众人感念她当年的危难时刻的鼎力相助,都尊称她一生叶医师,日子就这样过着,可最终还是拗不过天命。 屠山景在来清水镇的第71年冬天,咽了气。 待屠山市的人感到,屠山景早已弃绝,她的哲儿将她迎了回去,风光大葬。 见小妖出神,香柳在妻子眼前打了个响指。 抬眼望去,小妖看见防风之意正在和路边石头说话。 小妖和香柳的这三个孩子,虽同为他们夫妇二人所出,却有着三种不同的性格。 西林清水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,自小就被二人严格要求,又养在白地膝下,如今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。 清水的相貌,娶了他们夫妇二人的优点,最是俊美,性格却像极了她的舅舅,西颜,枪炫。 老二西颜若是个姑娘,活脱脱就是小妖的翻版。 故而三个孩子里,阿若最受她舅舅西颜枪炫的喜爱,一直被枪炫养在朝云峰,享受着超王鸡的待遇,与阿念的儿子一起长大,二人青梅竹马。 西颜若和太子的关系,甚至比和他亲兄长西林清水还要好。 枪炫在阿若刚会走路时便给他和太子定下婚约,在西颜王宫,更是直接让阿若喊他父王,日后总归是要改口的。 不如所幸就这样换着,每年拜年,西林清水和防风之意喊枪炫舅舅,阿若却是跟着太子喊枪炫父王, 相柳每次陪小妖去西颜王宫赴家宴,都要把自家媳妇抱在怀里,小妖也任他抱着,夫妇二人当着重亲友的面你浓我浓,丝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。 防风之意是老三,比起前面两位兄子,年龄小上不少,和哥哥姐姐们玩不到一块。 不过这孩子,生来便是一副乐天派活泼开朗,遇上石头都能唠两句。 知意长相随向柳,性格却似小妖,如此一来,简直就是一个小防风辈。 三个孩子里,许是因为年龄小,小妖总是会更偏爱她一些。 从前西林清水调皮捣蛋,是要挨板子的。 那时小妖出为人母,下手没个轻重,经常把清水的手心打红,要不是白地拦着,都能给孩子手心打退层皮,可轮到防风之意犯事时,却免去了不少。 防风之意,最怕香柳。 娘亲虽宠着她,但她爹从不惯着。 每次防风之意闯完祸,见像柳黑脸,便只能灰溜溜地躲到小妖身后,瞪着大眼睛冲向柳喊, 娘亲,救我,每每此刻,她的娘亲就会站出来替她安抚她爹道。 她还小,有什么事好好说,在防风之意眼里,娘亲是最讲道理的,娘亲说什么便是什么。 所以,每次小妖安抚完香柳,便会亲自下场和防风之意讲道理,爹爹管教你,是为你好。 你刚刚做的确实不对,以后不可以这样了,知道吗? 去,给爹爹认错。 我们之意是个好孩子,乖,真棒,只见那魂球虽调皮,却是个讲道理的,吃软不吃硬。 听小妖这么一说,心下也觉得自己不对,便灰溜溜地上前给她老子认错。 防风之意最听小妖的话,娘亲让她往东绝不往西,娘亲指着鹿说,这是马,她绝不说这是驴。 如今放眼整个大荒,也只有小妖,才能管住这个小魂球。 香柳无奈。 见那小子认错,香柳虽生气,却还是硬沉了下来。 随后又口头警告了几句,才肯罢休。 小妖看着他们父子二人,一脸温柔,笑道,你们父子俩呀,就是一个样,得顺毛,若是香柳的父母在,她的童年也应该是这样的吧。 小妖心下感慨。 她宠着防风之意,何尝不是以另一种方式弥补着香柳的童年呢? 香柳如此聪慧,自是能体会妻子的良苦用心,平时也很是配合,除了原则上的问题,都尽可能地给予那个魂球最大的自由,所以才把这孩子养得肆无忌惮。 那魂球淘气起来,连枪炫剑了都直摇头。 防风之意,当初想和姐姐一起留在朝云峰。 结果,被枪炫以无暇顾及为由,送还了回来。 毕竟,就算她在听话,顶着她老子那张脸,枪炫都喜欢不起来。 枪炫也只能不停地告诉自己,她是小妖的孩子,她是小妖的孩子,西林清水养在白地西下,西岩若被枪炫留在朝云峰,这个小魂球,就只能被他们二人随身带着了。 这魂球一路上招猫斗狗,令向柳十分头疼。 此时,只见镇上一位大娘,提着两手的蔬果鸡蛋朝回春堂的方向走着,边走海边对旁边一起买菜的大娘说道,多亏了叶医师,把我家媳妇和孙子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,母子平安。 当初我们都说,只要保下大人就好,孙子还会再有的,没想到叶医师妙手回春,将他们二人都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,小妖,屠山井真的死了吗? 只见项柳问道,小妖没看项柳,只是伸手去拉准备跑开的防风之意。 待她将那魂球拉回,才转头对项柳干脆地回答道,死了。 香柳笑笑,没有说话,只是望着眼前的妻儿,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。 走着走着,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回春堂的门口。 今日天气极好,院里有个姑娘正在一堆药草旁边晒着书画,葡萄藤下有一架古琴,应是那姑娘的。 那姑娘化容月貌,单从做事的章法上看,性子必然是极好的,温柔闲静,温文尔雅,此时正认真地晒着书画,丝毫没有察觉到小妖三人的靠近。 还是防风之一冲,小妖说了句,娘亲,你看,那个姨姨好美啊。 香柳看了一眼那姑娘,回身望向小妖,回应着小魂球道,我当年在那个院子里见你娘的时候,她可比那个姨姨还美,随后又不忘补充一句。 当然,她现在比当年更美了,院内的姑娘听到远处的人声,这才发现,他们三人。 见有颗道访,诗诗然向他们行了个礼,冲着礼物换道,十七,来客人了。 只见礼物慌忙走出来一个两并微双的青年神族,那人看了一眼小妖和香柳,又望向仅有篱笆高的防风之意,神情一愣,脚上慌忙的步子,再见到那个小魂球后,逐渐放缓,笑道,不知贵客道访,有失远迎。 小妖望见那人,随即挽着香柳,笑着与那人说道,我们一家三口,在镇子里逛着,有些口渴。 进来讨杯水喝。